泰国台湾会馆 日前在北兰省 举办相亲家年华会和商品展售会 与太台商推出许多家内用品和台湾美食 不少泰国民众和侨胞文工抢便宜 我国主台代表谢武桥 台湾会馆主席张文平 受邀剪彩开幕 也亲自到摊位上询问业绩 新的政府新南向政策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华 就是要台商能够为我们和中南俩的接触 接轨能够尽一份心力 也希望我们今天这个总销会 希望我们这个嘉年华 能够给大家带起一个取得的作用 张文平指出 这个活动已经举办十年 一年比一年热闹 今年共有近百个摊位参加 其中著名的家用电锅 和代工名牌行李箱 都比市价便宜许多 吸引民众前来抢好康